各位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我們分享的時間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主題是 辦公就讓AI來助攻 主要是會議紀錄的好幫手 那我們要如何把錄音檔轉成文字稿 就像我們的短簡報、流程介紹 會叫短片都可以交給他喔 一般在我們市面上逐字稿的軟體 其實老實講蠻多的 我這邊羅列了 像這邊常看到的雅亭竹字稿 或者是Py Transcriber 或者是Vocal C Subtitle GoodTap MyEdit 這都是很多目前很多朋友都有介紹過的 那當然也包含一些像手機上面 你可以做一些即時轉錄的 所謂的這種APP 或是軟體 那像這個Google 它也有即時轉錄 這都在我們手機上面可以使用 口譯、翻譯、神器 或是將語音轉錄為文本 這都有人在用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呢 就是不同於上面所提的部分 那市面上的逐字稿 除了剛剛前面所講 我今天主要介紹的是二加一大工具 主要有這三個 第一個是所謂的Whisper Jazz 這個是免費的 用網頁式的方式就可以來做執行 第二個部分呢就是剪映專業版 這個在去年112年11月的時候 我就有介紹它部分的功能 那各位呢如果需要看那部影片 可以到我們YouTube上面去做這個瀏覽 那第三個部分呢就是這個所謂的 國產的一個威力導演 那這個第二個部分呢 這個檢印的部分它還有一個所謂的 國際版叫做Kickup 這個可以做多國語言的一個翻譯 都可以來使用 但是呢基本上這個第三個威力導演 因為它屬於付費的 甚至它現在就是用訂閱制 可能一年要付一次費用 所以呢這個部分我先不幫忙去做介紹 我們主要focus在第一跟第二個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主要的一個重點 這個學會了大家在未來的辦公上面 一定會有所幫助 首先我們看到Whisper Jazz的部分 那各位呢可以在網頁上面 去搜尋這一個關鍵詞 那你點進去之後 這個會跑進去它的一個網址 這個呢到時候我會把它貼在課程裡面的 當做連結 那各位如果說懶得去找這個關鍵詞的話 您可以用這個部分去做搜尋 或者是說它這個QR Code 您也可以直接去掃 那首先我們進到它的主畫面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個上面呢 有三個部分一個是麥克風 一個是Audio的File 一個是YouTube上面 那我們主要的部分 假設我們今天是已經有一個錄音檔 是這個檔案 那所以呢我們選擇的是Audio File 那我們直接把檔案去抓進來它這個區域 再來呢您只要這個基本上它就會顯示 這邊所謂的Transcribe 那我們把它Submit出去 我這個是大概是五分鐘的一個錄音檔 那我試了它的時間大概只要五十秒 它就會把它轉出來 但是呢唯一的缺點是它沒有幫你做標點符號 那當然你就可以順便去做修正 那你拿到這個文字之後呢 你就把它做複製 那複製呢 你最後可以在Word檔裡面 把它你可以把它存 就是貼到我們的那個記事本 或者是Word上面 那最後呢可以用Word來把它打開 那你就可以去做後面的編輯 那我們第一個部分其實就講完 它就是這麼簡單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就是講到剪印專業版的一個軟體 那基本上呢 它是一個免費的部分 除非你去用到它所謂VIP的功能 不然呢 你原則上它的功能蠻強大的 都可以來做使用 那首先您在這個Google的部分 去打入這個所謂剪印電腦版 或剪印專業版的字眼 那原則上會在第二個 因為第一個呢 也是一個廣告的一個軟體 那這個您選到之後 你把它點選進去 它的主畫面呢 就像這樣子 你點進來它會告訴你 那您可以從這個 我把它放大 那字比較小 它這一個部分呢 你可以從立即下載 那它現在目前最新的版本是5.5 這個我一直 如果再慢一點講 它一直在更新 我上次的版本已經是5.2 那我們的步驟呢 第一個部分 我們就是從一進到它的畫面 就是選舉這個開始創作 那進來之後呢 我會先建議各位 在這個剛剛那個畫面的時候 先做一個 上面這個六角形的部分 您點選進去 它有一個叫全局設置 這邊您把它點選進去之後 因為這邊有一些東西要設定 以免就是到時候它會拖垮 因為我們的這個 它會吃我們電腦的資源 所以你這邊 有一些設定要先把它設定一下 跑起來會比較順 那這邊呢 我們就是上面 這個草稿的部分 您就是把 讓它自動去 幾天去把它刪除一次 那這邊你會看到 那像這邊緩存的大小 它比如說我這邊已經有 將近2G的這個暫存 所以呢 如果一陣子 我就必須要刪一下 不然有時候它吃掉我太多資源 那再來的一個部分 是剪輯 第二個剪輯的部分 這邊 像因為我有些影片 我是要發YouTube 那所以我是選擇YouTube 或者是你用它預設的 當然也可以 也沒有問題 那第三個部分呢 蠻重要的 那這個性能的部分呢 主要這個部分 要把它勾起來 這樣子呢 它就會比較 跑起來會比較順 因為它是比較吃資源的 但還好啦 我們醫院公發的電腦 還跑得動 那再來呢 我們就是 把這個 到 剛剛的主畫面進去之後 再來我們就是 跑到它這個上面 這個媒體的部分 這一塊是我們要放媒體 還有它一些特效啊 貼紙 都在這邊 但是這個我們現在用不到 用不到 我們現在主要是 您只要先學我這個部分 其他的那是影片剪輯的部分 那這邊媒體 那我們把音訊把它叫進來 我們的音訊就是貼在這邊 那你把它導入 那再來之後呢 我們這一個是它的一個作業區 作業區 所以你把它拖進來 就把它拖下來 或者是按導入就可以 那再來呢 導入之後 我們在這個工作區呢 第一個 我們先確認一下 我們的音量夠不夠 導入之後 來 那 我會建議您先聽一下 如果覺得音量比較小 你稍微把它做調大一點 就是這一條 這個有一點點 棕色的這個部分 那你把它拉 把這個線 拉高一點 它就會跑出來 跑出來更多 就是比較大聲 你稍微聽一下 以清晰為主 沒有雜音 那再來呢 就是希望它開始幫你轉入文字 第一步的做法 您跑到這個上面這個文本的位置 再來用智能字幕 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智能字幕完了 您就是請它幫你做 識別字幕 開始識別 那再來呢 它就 字幕就在跑了 那時間呢 五分鐘其實可能很快 它不用一兩分鐘就會跑完 那跑完了呢 它這邊就會把這個文字字幕的部分跑出來 所以呢 你在這邊 比如說我已經進行了 七秒鐘 那七秒鐘呢 這邊它有沒有 文字就在這邊 文字就在這邊 那再來呢 下一步 我們看到了這個 第六的部分 我們都看到字幕了 那你要怎麼把它拿出來 你就是要導出了 那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導出 那再來您就是到這邊 這邊就是它導出的畫面 那這邊呢 你第一個看 這邊你標題你可以先改 比如說改成是會議紀錄 那哪一天 那這邊呢 它上面下面的部分 上面是視頻 那下面是 這個音頻 還有字幕 那原則上我們只需要字幕 字幕的部分 它又分為SRT跟TST 那TS就純文字檔 那我們只要 選這個所謂它的文字檔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把它按導出 那非常快的速度 它就會把它導出出來 那我們就把這個檔案 你可以把它存起來 再點TST的 你可以在那個 記事本 把它記起來 那最後呢 你可以用WORD 來開啟 那這邊呢 我們就是用WORD 來開啟它的舊檔 那開起來之後呢 它這邊會顯示它的格式 那這邊就是它預設的 你就只要確認就可以 就確定 那打開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它都幫你排好了 它就是一排一排的 幫你排好 只差沒有標點符號 那這個跟第一個來講 第一個是全部都寫在一起 第二個 這個部分呢 它是幫你所有 都寫成一排一排 所以你可以去 就是把它做 叫對 跟標示你的標點符號這樣子 那再來呢 如果說它 因為它原本這個軟體 因為它是大陸開發的軟體 它會是簡體字 那以前我在11月的時候 就有教過怎麼去簡體轉繁體 就是字幕顯示的時候 但是呢 你必須要先出來外面做 就是你要把這個 簡體轉繁體 因為我們拿到的這個部分 文字的部分 那你在這邊 你只要用Word打開之後 你用簡轉繁 那你所有的字體 就會變成是繁體 所以呢 我們很快的利用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總結一下 我們逐字搞的軟體 講實話 付費不是不能用 可以用 大家如果用的習慣 您就付費 我支持就是大家付費去買這個軟體 都是非常OK的 這樣大家才可以永續經營 那我們今天 重點介紹的兩個 一個可以在網頁上來做使用 一個是我們所謂的簡印專頁版 你可以在 它這個Captop是有所謂的 這個線上版 你可以在上面使用 那你也可以用它所謂的桌面版 就是所謂的簡印專頁版 那下載下來使用 那它除了可以做會議紀錄 辨別文字之外 它也可以做影片剪輯 它有很多貼紙特效的功能 都很好用 我現在目前也幾乎天天都會用它 那您的鼓勵是我持續的動力 我們今天用很簡短的時間 來跟各位做報告 那感謝各位的聆聽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到我們北龍大數據中心的 YouTube上面 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有最新的影片 就會在第一時間來通知您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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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